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古今趣談 我是Daisy 今天我們為大家請來的嘉賓是生物製藥行業的統計專家蘇誠博士 好蘇誠非常歡迎你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今天我們能不能請你跟我們從這個股票的這個炒股的這個心態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知道你在也是古海中的也算老手吧 那麼在你這麼多年的古海這個生涯當中呢有一些什麼樣的感悟 首先謝謝Daisy邀請我來這裡分享 那我必須聲明一下這個生物統計這個博士對這個炒股基本上沒什麼幫助 那我自己在我其實其實是蠻喜歡這個technical analysis 那我其實也接觸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很多的方法 很多我是甚至花錢去學 那但是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很多時候的問題是出在於這個心態 或者是或者是一些怎麼說吧人性的弱點 那我想今天就我們就來講其中其中一項的弱點 我覺得讓我們不成功的有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人性裡面的貪懶跟怕這三件事情會造成我們失敗 你提到的這三個字可以說我非常的agree 而且我相信凡是在古海當中暢遊過的人 多多少少在失敗的時候如果你總結起來一定是4 in either of 3 那麼可以以你的經驗你能不能給我們來解釋一下 你覺得什麼樣的情況算貪什麼樣的算懶什麼樣的算怕 我就舉個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這麼一個同樣的經歷 像去年的時候當這個小盤股漲得很厲害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一個很好的股票賣了以後它就漲很多 這叫做賣飛嘛那時候有一段時間大家都是在一起 都是在抱怨這個比賽這個賣飛賣飛 然後但今年就不一樣了 同樣的這些去年的這些牛股那是跌跌不休 那有些人就已經被這個賣飛給訓練成為 最後都不想賣因為怕賣飛 所以呢反而跌的時候不賣結果就跌很多嘛 那這個情況我覺得可以想到兩點 一個就是貪一個就是就是怕怕什麼呢 怕賣飛 為什麼怕賣飛呢 因為就是有貪 因為總想把所有的錢都賺到 總想把所有錢賺到呢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貪的一個一個表現啊 那這個也表現在說 別人有一個什麼賺錢的一個一個途徑 你也想要你也想要搶一筆 那你卻沒有想到說 你這個風險對你適合不適合 那這種投資這個項目賺錢的話 它需要你要具備什麼樣的一個能力 有些可能是非常短線的 有些就是你是不是能夠當機利潤的賣啊 或者什麼這一切不管 但是你就是有一種貪的心的話呢 你就會想去做這些 那很多時候就效果不是很好 嗯 那麼這裡面包括了兩個了 那你認為這個怕除了怕賣飛之外 還有什麼怕 怕哈 其實這個我覺得大家可能自己要去體會一下 這個當我們做錯誤決定的時候 怕的是什麼 可能每個人怕的不一樣啊 有有些人很怕賠錢 那其實也挺好啊 這樣他就不會賠太多 但有時候 有時候怕的是 覺得自己做錯決定 會覺得很很蠢 其實這個這種怕常常會造成 該做的決定不做 就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 這股票其實按照你的這個交易的體系哈 應該是要賣了 應該要割了 但是你很怕 因為一割就表示你失敗了嗎 對吧 所以害怕失敗 更糟糕的是害怕說你賣了以後 過一陣子他又 都賣在最低點猛漲啊 所以你就 你就 你就不願意賣哈 那這種很多時候都常常就是碰到說 只能讓你忍到最後受不了的時候賣的時候 那就是 就是最低點啊 所以啊 所以這個怕有時候是怕了這個哈 那 那這個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Wallon Buffett講的嗎 就是當別人貪婪的時候你要怕哈 當別人怕的時候你要貪婪 好像是一個反人性的一個 一個想法才能夠成功 所以很多其實我認識的朋友裡面有非常成功的這個啊 這個這個做做投資的 他就說他因為他從他從小就是跟人家反的 他真的是我們以前大學的做同學的時候 他就是什麼東西都被別人反的想 反的想就就對了 因為 因為這個股票市場他就是有這麼一個特性啊 就是專門治一般人的這個這個想法 那我相信啊 這個 這句話好像很多的人都聽說過 但是真正實施起來啊 呃 會有一定難度的 呃 但是最終我想每個人都需要啊 找到他合適他的一個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呃 由開始要知道什麼錢是你可以賺的 什麼錢 不是你可以賺的 什麼樣的市場 你是你的這個個性 跟跟你的這個啊 你的能力啊 是可以handle 什麼是不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不貪 不貪其實是一個自知知名的一個一個一個反應了 另外一點就是懶 我覺得我們人都有都有那個惰性啊 都希望說 哎今天daisy你告訴我買這個股票 我就買了 明天就哇就開始一支賞一支賞一帆風順 對吧 然後哪一天告訴我說要賣了 我就賣了 就開始一直跌一直跌啊 這就是 這是很好的啊 那但是這個啊 這種懶的懶的心態啊 事實上是我們的一個一個一個很一個很大的敵人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投資在一個東西啊 是 是我們自己沒有 像我假設啊 假假設你你這個投資不是說 不是說你一買了以後就放了一個sell stop啊 而是你你要你要看一陣子 中間要做判斷的話 那這個如果沒有做仔細的研究的話 其實我覺得其實很難長期很難賺錢 因為就算推薦給你的人啊 當時是有很很好的道理很好的這個分析 這些都是多少少都是一廂情驗嘛 因為其實有很多事情發生 甚至是無法無法預設也跟這個公司毫無關係的 那當這個股價波動的時候 當你的這個你的thesis跟這個現實發生變化的時候 你如果不是真正的了解啊 這個背後的這個動機 你沒有真正那個conviction啊很有可能就會進入一個 一個怕的一個一個情況裡面 然後結果肯肯肯定是不好 那另外還有一種懶啊 就是想當然就是把事情想的很簡單 以為這個賺錢這麼是很容易的嘛對不對 這個消息好消息漲 對吧 你很多時候發現好消息不一定漲 那因為說好消息漲 這個是這種好像把這個相關性搞得太簡單了 這個我們叫做level one thinking 就是第一個level啊 第一個level通常可能都是錯的 因為哦 舉個例子哈 也許這個期待已經表現在股價上了 那你這個好消息出來可能是sell the news 那也許這個期待呢 比原來的這個 就是實際情況比期待還要更高 也許他會看的 就說這個股價可能會看的更遠 那這些東西就是需要去研究 需要去思考 當然我們有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市場如果跟我們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那就要做出判斷 這是一個暫時的noise呢 還是說我們的想法是錯的 所以所以這簡單的講 就是不能夠想當然 想當然就是懶的意思 你剛才提到的這個懶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其實好多的人啊 覺得已經很勤快了 為什麼呢 比如說本人在內 包括本人在內 就是其實我們確實是會聽別人的評論也好啊 或者說呢 然後我們就會找一些我們覺得 我們還我們認為他分析的還不錯 各方面還是挺佩服的這些 然後呢聽完了以後呢就take一些action 我覺得周圍有很多的人都在用這種方式 你剛才這樣的分析呢 其實這是不夠的 那麼我想請教一下 你剛才說了一個說要研究啊 你認為都研究什麼呢 那我覺得啊 你至少可以去研究一下 你跟的那個人 他靠不靠譜 那有時候你跟的人很厲害啊 可是呢他是不是他今天叫你給你建議A 對吧 不表示說一個月之後他還是認為A好啊 那你你你能不能知道他他的想法呢 他變的時候會不會告訴你 如果不行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 你跟他的話也是挺危險的 對吧 如果你找到還不錯的 那你就仔細研究他的那個體系 因為不同的體系哈 真的不能混在一起 這個我這個我深有這個教訓 基本上我們是在講一個概率嘛 你不可能每次都都是對的啊 所以要一個體系的話 你還是要要堅持一種一種理念 堅持一個做法 這樣長期來講 你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成功 今天是那樣明天是那樣 今天聽了這個人 明天聽了那個人的話 我覺得那可能最終的結果是 加加上如果你又有貪和懶和怕 啊就其實像我我自己 我覺得今天這樣講一下是提醒我自己啊 我覺得還是沒有克服這個基本的 這個人性的弱點 某一支股票或者某一類股票 某一類板塊 那麼如果我們自己 除了聽之外 還要自己去研究的話 那麼研究什麼呢 你對不起 許如說好了 如果你現在是想找一支股票 或者找一個一個行業 然後找一個sector 然後你要重倉對不對 跟你你只是要買一點的話 我想當然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假如說如果你是真的要重倉的話 我希望不會因為別人跟你講個東西 你就重倉 那你當然是要知道這個公司的前景 要知道這個整個sector 在接下來這一段這幾年的這個前景 這是肯定要知道的 當然你的公司的這個營收啊 這些肯定是你你是要去看的 那我在想這些可以在世界可以看的這個中間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種一種思維方式 是還是要抱著一種critical thinking 去看這些的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如果大家都這樣覺得的 很有可能是首先第一樓大家都這麼覺得 可能大家都已經買了 你總是要有一個好像說你自己的一個特別的一個看見 那我給你舉個例子好了 我之前買了一家叫比亞迪的公司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一直都跟我推薦 那我就覺得說我沒辦法這個 雖然他是個很厲害很厲害的一個投資人 我沒辦法就是說buy in他的這個logic 那我也買一點買一點 我覺得我覺得根本就拿不住啊 其實沒怎麼賺錢 但是後來這個公司呢 在都知道這個中國大陸疫情出來的時候 切口罩嘛對不對 不知道你們知道不知道 後來那個加州啊跟比亞迪 訂了10億美金的口罩 那這個比亞迪是做車子做半導體沒有口罩的 他在一個月內啊自己設計口罩機 自己口罩機做出來三個月內 好像三個月成為全世界第一大的口罩廠 那我一下子就是不得了 這公司的這個能力很強對吧 我就開始覺得說這個就終於把我給說服了 我就我就中倉了 那當然後面就是其他就是效果還蠻不錯的 所以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個過程 那這樣子萬一這個股票不是像你想一帆風順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 我們現在講長期投資你才有可能拿得住 剛才你舉的這個例子非常的對我們非常有啟發 非常感謝 那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 剛才我們談到了這個帕 你覺得這個我相信這個帕也是一個非常致命的一個 讓我們在股海裡面會逞下去的一個因素 一塊大石頭一樣 你覺得克服這個帕最好怎麼樣做呢 有一種做法 如果你真的是覺得這個股票可以放長期買了就放著不去看 也不見為盡 這是一個其實是雖然說有點好笑 但確實是行之有效的一個辦法 你可以有一個賬戶就是說買了就忘記的賬戶 真的是如果你稍微做過一些研究長期看好的 我覺得有時候會蠻好 因為特別是現在市場這個輪轉 它這個動了動了太厲害 那另外也就是說 我想就是要有一個交易體系吧 就是有規則 你就已經是舉個例子好了 據說你的另外一位嘉賓孫大偉 他有一個從最高點跌下來15%自動賣 他可能也不一定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 這相當好的一個規則 你有一些規則 你有一些規則漲了很多了 他下來的時候呢 跌了15%你自動賣 或者說有人有不同的不同的規則 如果你有這個規則的話 你就不會怕了 但是你千萬不能貪 因為這個規則有時候會讓你少賺的時候 你如果心態不對的話 你就把這個規則放棄了 當你放棄的時候 就是這個規則最有用的時候 所以規則定了一定要執行 不然的話就白定了 剛才你這個方法真的非常好 這個把那個separate的一個賬戶 最好那個password忘了 進不去了 當然是那個你不需要用的錢了 才可以放在一個 你不用看的賬戶 就像有時候像我們的401K 對吧 有時候401K很久沒看 怎麼搞的表現還不錯 但是也有401K長期不看 然後表現很差的 所以這個 長期不會吧 你長期到五年內的話 應該不會有這種協想 那看你在哪個市場上 看在哪個cycle 你在哪個年齡段 我想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意識到 這個股票投資 事實上也是一種博弈 沒有一個東西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賠錢是也是這個 這是part of life 這個所以這個我想心理上要有 要有這樣一個預備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這幾點 如果更多的客服貪懶跟怕 建立自己的這個一個系統的話 會提高我們的勝率 當我們的勝率提高之後 我覺得蠻重要的 勝率提高之後的話 你才慢慢的更有信心 才比較不怕 那你還有 有一個人有一個名言 就是說 當市場看到雪的時候 他說你一定 大家都很怕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買的 雖然這個好像看到自己的雪 我覺得這是這個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一個說法 也是很大的一個提醒 因為最糟的就是在最低的時候賣掉 然後開始漲了以後呢 你又不願意買回去 因為你就覺得說 你再買回去你就傻了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最糟糕的 我想我們可以 會在我們的投資上會碰到的情況 那我們盼望以後 在以後的節目當中呢 能有機會啊 請蘇博士在這個方面 給我們展開著來聊一聊 俗話說的好啊 No pain No gain 我們很多的人呢 可能都經歷過pain 但是希望我們pain之後呢 都能夠經歷更的喜悅 今天非常感謝蘇博士給我們的 從這三個方面 貪懶怕 來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來找到我們的根源 觀眾朋友 您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那麼您的體會又是什麼呢 歡迎你在視頻下方給我們留言 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共同進步 好 感謝你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我們下次見